看懂每一部好电影,还原最真实的剧情,大家好,欢迎来到纸歌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根据阿加沙小说改编的经典悬疑电影《无人生还》 影片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本期为大家讲述的就是第一集的剧情 故事发生在1939年8月,主人公威拉是一名体育老师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她想换一份其他类型的工作 她将自己并不出彩的简历投到了人力资源局 没想到立刻就有人向她抛出了橄榄枝 聘用她的是欧文夫妇,他们买下了德文郡海岸的士兵岛 希望威拉能去那里担任秘书职位 威拉表示,自己的素技和打字技能并不熟练 但面试官却回应,欧文夫人点名录用了她 体育老师往往都有很好的组织能力 而欧文夫妇的小岛经常有客人拜访 或许,他们就是看中了威拉的这优势吧 当然,报酬也是非常优厚的 面试官将一碟钱放在威拉面前 这是预付给她的工资 看来,威拉没有拒绝的理由了 除了威拉之外,同时接到邀请的还有艾米丽女士 她是一位贵妇,在社会中有着很高的地位 第三位是阿姆斯特朗医生 她是一名女性精神紊乱疾病专家 第四位是沃格雷夫法官,只不过现在已经退休了 第五位是东尼马斯顿,一个典型的富二代 终日游走在各大派对和娱乐场所当中 第六位是布罗尔警长,他们需要一个目光敏锐的人 警长无疑是最佳人选 第七位是一名退役士兵龙巴德 第八位是麦克阿瑟将军 他是一位热忱的军事指挥家 这八个素不相识的人将共同登道 因为人数众多,后面我们就用他们的职业来区分 画面来到一辆列车上 秘书威拉无精大采地望着窗外 果然间,她发现斜对面的男子正盯着自己的群体 这个人就是同样收到邀请的士兵 秘书对她的行为非常反感 于是便拿上行李,换到了另一个座位 另一边,医生也正驾车前往士兵岛 不过路上却遭到了富二代的超车调限 由于对方车速太快,医生并没有看清她的向往 下午四点钟,所有人全部到达了码头 船夫对这里非常熟悉 结果行李后就将众人送到了岛上 此时,管家和女仆已经在士兵岛等候了 他们跟众人一样,也是被邀请上来的 只不过两人的登岛时间更早而已 这座岛上只有一栋别墅 当众人走进来之后,将军对管家提出了疑问 为什么从始至终都没有见到欧文夫妇呢 管家表示,今天晚上就应该全到齐了 在此之前,岛上都没有活动 这段时间呢,大家可以先回房休息 法官小声跟秘书念叨着 欧文夫妇邀请自己来见朋友 但他的那位朋友根本就不在这儿 这让法官感觉有些差异 在所有人的房间中,全部挂着一个嵌框 但里面不是照片,而是几具打油尸 十个小士兵为了吃饭去奔走 饮死一个没法救,十个只剩九 对于这样的文字,众人都没有太在意 外面来到贵妇的房间 女仆正在为她换鞋子,因为女仆始终戴着一个墨镜 贵妇便询问她,你的眼睛天生就这样吗 女仆回答,是突然变成这样的 贵妇继续询问,是因为受了惊吓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对于这个问题,女仆显得很排斥 只是回答我不知道,其他则一概不说 女仆明显在隐瞒着什么 既然她不想说,贵妇也不再追问 只是用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叮嘱她 以后涂些香水再来服侍别人 另一边,换好衣服的秘书来到了楼下 果然间,她听到厨师里传来一阵动静 而且房门也是虚眼着 好奇的她,一步步地向房间走去 就在这个时候,女仆突然叫住了她 这个楼层是专门为员工准备的 客人应该在楼上活动 秘书表示,自己也是员工 但女仆却回答,我们接到严格的指令 要将您作为客人看待 希望您能前往楼上 秘书不想让她为难便离开了 随后,管家从房间中走了出来 虽然不知道她在房间里做什么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两人肯定隐藏着什么秘密 晚上,管家敲响了餐厅里的铜锣 是一大家晚餐时间到了 众人围坐在餐桌上 一边用餐,一边聊起了天 桌子上摆放着十个小士兵雕像 就像打药师中提到的那样 虽然大家不知道什么含义 但看起来也还算精致 晚餐过后 贵妇询问起了欧文夫妇的消息 他们作为此次宴会的主人 为什么迟迟不肯露面 管家表示,自己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明天一早 船夫会给他们送来厨房供给 说不定欧文夫妇也会跟着上岛 众人虽然有些不太高兴 但岛上没有电话 他们也只能如此了 富二代嘱咐管家 船夫过来的时候 让他帮忙照看一下自己的汽车 詹森牌的 听接着他又吐槽起了这个安排 自己收到的邀请 是来参加别墅派对的 但现在看来 全一点派对的氛围都没有 这里全是一些老掉牙的政客 根本不存在香槟和美女 就在富二代自顾自撩着的时候 医生的眼神正恶狠狠地盯着他 原来 在来的路上 是富二代将自己的车子逼下了马路 如果不是他提到了汽车的牌子 或许自己还找不到这个人 不过富二代却并不打算向他道歉 他开车简直就像乌龟爬一样 这样的人只配在后边吃灰尘 两人的嗓门越来越大 好在法官及时站出来 制止了两人 还有女士在场呢 两位要不要克制一下 把女士搬出来果然管用 两人虽然都有意见 但最终还是握手言和了 晚餐过后 男人们聚在一起聊起了政治和历史 两个女人则坐在房间中 谈着他们感兴趣的话题 就在这个时候 别墅中的喇叭突然响了起来 你们将面临如下指控 医生曾谋杀了一个叫玛丽的女子 贵妇杀害了 毕翠斯泰勒 警长曾谋杀过一名叫詹姆斯的男子 秘书则杀害了自己的学生 士兵谋杀了东非部落21条人命 将军杀害了自己的下属亨利 富二代谋杀了约翰和路西 法官则谋杀了一个叫爱德华的犯人 管家和女仆也同样有过谋杀记录 听到这个消息的众人 立刻变得慌乱起来 他们顺着声音来到了楼下的处事 发现声音并不是出自某个人 而是一部留声机 从众人愤怒的表情就能看出来 这些指控很可能全都成立 但是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杀了人 他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要找出诬告自己的人 女仆是所有人当中心理防线最弱的 当她听到指控之后 情绪立刻变得崩溃起来 为了不引起众人的注意 管家便将她带回了房间 医生为她准备了一杯 助睡眠的药物 这对她来说 无疑是最管用的东西 只要睡着了 那些噩梦就从她的脑海中消失了 安顿好女仆之后 管家来到了楼下 她必须给所有人一个交代 那段录音到底是怎么回事 管家拿出一封书信 欧文夫妇指示她 让她在规定的时间播放唱片 书信上说这只是一个游戏 如果自己知道唱片上的内容 那她是绝对不会参与的 除此之外 管家还特意解释了 对自己和女仆的指控 唱片中 说他们杀害了以前的雇主 但雇主对他们来说 就像亲人一样 自己怎么会做出那样的事呢 此时画面回到不久之前 管家趁孤主睡着的时候 用枕头捂死了她 而站在门外的女部 刚好目睹了这一幕 管家就是个伪君子 她的描述跟事实完全相反 紧接着 众人也开始解释起了 唱片中的指控 富尔代是所有人当中最从容的 因为她根本就不认识 什么约翰和鲁西 更不要谈杀死他们了 不过医生就没有她那么放松了 马列是自己的一位病人 手术风险很大 而且还出现了病发症 自己已经尽力了 但还是没能救下她 亨利是将军手下最优秀的军官之一 他在战斗中英勇殉职了 怎么会有人认为是自己杀了她 法官同样谈起了对自己的指控 爱德华是有罪的 自己作为法官 有充足的证据判她死刑 詹姆斯是一个酒鬼 警长在抓捕她的时候 她被自己的呕吐噎死了 谋杀根本是无稽之探 接下来是秘书 自己是那名死去小男孩的家庭老师 那天他们去海边玩 男孩本来是不会游泳的 但是他却从自己身边溜走 秘书同样是一个不同水性的人 他曾拼了命地去救那个孩子 但最终还是没能成功 就连自己都是被人救上来的 在所有人当中 只有士兵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他在非洲期间是一名黑人杀手 但自己绝不是唯一的一个 众人全都指责他的屠夫行为 但士兵却没有反复 既然自己的罪行是事实 想必其他人的指控 也并非空穴来风 法官表示 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 一段录音并不能说明什么 他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回房休息 第二天跟随船夫离开这座档 就在众人准备回房的时候 富二代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约翰跟露西应该是两个孩子 当时天色太晚了 自己又开着车子 所以才不小心撞伤了他们 当提起这件事的时候 富二代丝毫没有悔过之心 反而把罪责推到了孩子父母身上 是他们没有照看好孩子 才会酿成这样的惨案 众人正聊着 富二代的喉咙似乎被什么东西噎住 紧接着就开始口吐鲜血 还没等众人来得及抢救 富二代就倒地身亡了 众人被这一幕吓坏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一个人轻刻间就死亡了的 为了弄清楚这件事 众人来到了富二代的房间 士兵从抽屉里发现了一盒白粉 想必他的死跟这些兴奋剂有关 但是警长却不这么认为 富二代的口中有一股杏仁味 这是情话物中毒的迹象 另一边 女仆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睡 隐瞒雇主被杀的事情 已经让她充满了罪恶感 现在突然被人揭露出来 这让她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她猛然起身询问对方是谁 但是外边却没有人回应她 晚上 医生做了一个噩梦 她梦见患者的尸体 从手术室被推了出来 紧接着 自己也浑身是血地走了出来 从现场的血迹来看 这哪里是手术 分明就是一场屠杀 医生被这惊悚的荧幕瞎醒了 但还没等她回过神来 管家就敲响了她的房门 原来是女仆被人杀死了 从时间上来看 她至少死了几个小时了 得知消息的秘书将医生带到餐厅 餐桌上本来是摆放着十个小时冰雕像的 现在只剩下了八个 而他们也刚好十个人 死了两个 剩下八个 这难道不是在说明什么吗 不过医生却不相信她 这里边肯定有更合理的解释 医生离开后 秘书的思绪回到了男孩被淹死的那天 男孩的父亲去世比较早 他从小就跟母亲和雨果叔叔一起生活 这次外出游玩也是秘书和雨果的初次见面 他被眼前这个开朗大男孩所吸引 两人也逐渐发展成了恋人关系 这本来是一件甜蜜的事情 但当秘书渐渐回过神来的时候 他脸上表现出来的不是幸福 而是气氛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画面一转 将军从海边回到了别墅 他不禁向士兵发出了感慨 在巨人发动进攻之前 会有一段绝对平静的时刻 预示着暴风雨期将来临 而他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一个时刻 一望无际的大海将他们困在其中 这就是屠杀前的宁静 《无人生还》第一集的剧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是BBC为了纪念 阿加沙旦辰125周年翻拍的 影片对于悬疑气氛的营造 几乎可以用登峰造极来形容 从未露面的欧文夫妇 每死一个人 就会莫名减少一个的士兵雕像 富二代和女仆的突然死亡等等 都给影片蒙上了一层神秘面杀 跟大多数犯罪片不一样 没有人为你抽丝剥剑 凶手也并不打算留下线索 所有的谜团和威胁 全都等着主人公们慢慢去探索 凶手到底是谁 对所有人的指控是诬告还是确有此事 接下来遇害的又会是谁 这一切疑问都将会在直获的剧情中 逐渐显露出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写说 记得三连支持一下 你们动动手指 就是对我莫大的鼓励